女人从出生起便散发恶丑 因此她被亲生父母所嫌弃 如母们也拒绝照料她的起举 小小的她直接被赶到 伏底角落的仓库里 可怜的莱拉只能在门缝中 看着妹妹和父亲幸福的嬉闹 而妹妹那爬满笑容的脸庞 仿佛是她这辈子都难以触及的温暖 突然妹妹无意间的一瞥 看到了躲在角落的她 阿里亚的嘴角不禁扬起一门讥笑 随后便跟父亲交滴滴的抱怨 这里太丑了 想要赶快离开 莱拉不敢相信 这么小的妹妹居然会如此讨厌自己 望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 莱拉心中不禁一阵酸楚 她就那样孤零零地在那个仓库里住了十年 之后又被赶到这个荒郊野外的小屋 而这一切都是妹妹阿里亚的阴谋 是她故意散播村庄里有魔女的谣言 传言魔女有着无比丑陋的皮囊 最重要的是身上散发着令人作偶的恶丑 魔女异常凶残 不仅会吃掉小孩 甚至还会在村子里传播瘟疫 最后还是阿里亚带领村女 把魔女驱逐到了黑暗森林 从那以后村子终于恢复了以往的瓶颈 而魔女就再也没了消息 就这样本是同根生的姐妹俩 姐姐变成了万人唾弃的女魔头 妹妹成为了拯救苍生的活菩萨 就连村里大人教育孩子不要乱跑的时候 都会说不要去森林 那里住着会吃人的魔女 突然的一天 村庄里来了两个气质超凡的男子 当他们听到孩子们正在讨论被诅咒的魔女时 突然一下顿主 红头发的男子愤愤不平 这些人真是愚蠢 原来他们口中的魔女 其实是真正的魔法师 可他的同伴却并没有理由 转身就离开了 此刻在豪华的瓦伦西亚男爵府 香气肆意的咖啡刚刚煮好 府中的一家三口正在惬意地享受生活 一想到皇太子殿下要来这里选妃 阿里亚高兴地难言心中的喜悦 父亲也一脸宠溺地看着这个女儿 他觉得凭借女儿的美貌 一定会把太子殿下迷得神魂颠倒 可随即一丝担忧又爬上父亲的心头 他听说皇太子对绝大多数女人看都不看一眼 如今竟然来乡下挑选太子妃 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猛然间阿里亚发现那个讨厌的姐姐又来了 父亲怕这个宝贝女儿生气 忙安慰阿里亚这就把莱拉赶走 可阿里亚这次却很反常 表示他要亲自去见一见姐姐 女儿的这副模样把父母都惊呆了 此刻门卫正在劝说莱拉离开这里 她根本不相信这个衣衫褴褛的人 会是男爵的女儿 还直言她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让人作恶的味道 莱拉刚想反驳 阿里亚却出现了 她用扇子盖住自己的鼻子 生怕莱拉身上的味道熏到自己 莱拉心情复杂地看着这个亲生妹妹 在犹豫许久过后 最后无奈地求助对方 自己的蜡烛和吃的都快没了 阿里亚突然用力地合上扇子 恶狠狠地吵姐姐吼了 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这样的举动让莱拉感到万分耻辱 连说话都带着忍不住的颤怒 你明明知道我没法去市场 可她非但没有换来阿里亚的一丝同情 甚至再次受到了对方言语的折磨 我为什么不能去 是因为身上的臭味吗 此时的莱拉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她用尽所有的恨意怒视着阿里亚 但对方责骂的话一直没有停止 直到阿里亚累了 这一切才都结束 莱拉冒着倾盆大雨 一直到深夜的时候才回到自己的住处 因为雨太大 她回来的路上还受了伤 老伙地打翻了烛台 怪自己在乎那些虚无的自尊 后悔今天没有捡起地上的金币 莱拉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要这样苟且偷生地活着 难道只因为自己是散发臭味的魔女吗 可是这也不是她能选择的呀 无助的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哽咽起来 她想到了之前的一位老人对她说的 所有生命都有存在的意义 当初就是凭借这句话 莱拉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现在她真的快要撑不住 她无论怎样似乎都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就在她刚要决定做傻事时 巨大的敲门声骤然响起 女人天生身带恶臭 刚出生十天就惨遭父母抛弃 更是被村民们所厌恶 渐渐地她成了人们口中 十恶不赦的魔女 莱拉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上天要这样惩罚她 现如今她在漆黑的小黑屋中 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勇气 就在她准备咬蛇想要自我了断时 巨大的敲门声忽然响起 莱拉下的瑟瑟发抖 毕竟从妹妹散播她是魔女的传言后 就再也没人来过这间小屋 那外面究竟是谁 敲门声还在继续 莱拉懊恼地猛然起身 随后大步朝门口走去 她感觉上天就是在故意捉弄她 哪怕她想安安静静地离开人世也不行 在开门前的一瞬间 她突然缩回了自己的手 她想祈祷一次神明 请赐给她一位残忍的救赎者 伴随着质压一声 破旧不堪的门打开了 一位长相无比英俊的男子出现在她面前 莱拉望着这个不速之客 不仅想到自己已经很久没见过外人 而这也是她第一次和别人离的正经 毕竟连自己的亲生父亲 每年也只会来看她一次 而且还不允许她开门 一切都是因为她身上那恶心的臭味 还有她极度丑陋的外貌 眼前的男子突然邪魅一笑 万分感激莱拉给她开门 并直言自己是打猎不小心在森林中迷路 想要在这里休息一下再出发 可莱拉有些犯难 因为之前有个老人曾经告诉过她 一定要小心陌生人 她现在都有些后悔给她开门了 况且莱拉并不知道男子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万一她是偷东西的山贼那该怎么办 眼见屋主人想要拒绝 男子可怜楚楚道 我可以给您足够的谢礼 说着就拿出了一枚金币 一看又是钱 莱拉不禁又想起今天下午妹妹对自己的侮辱 随即表示并不需要任何谢礼 但善良的她还是打算收留男人一会儿 毕竟现在外面正是雷电交加的天气 男子快步走上前想强行把金币塞给她 谁知莱拉竟然拿起竹台当武器 让男子不要靠近 并警告她等雨停了就马上离开 男子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落寞 最后举起双手示弱 表示自己一定会做到 但莱拉心中还是不放心 谁知道这个陌生人心里怎么想的 为了自己的安全 她逼迫男子在椅子那里坐下 男子突然询问您家太黑了 怎么不点个灯什么的 莱拉直言家里的灯油用完了 男子却下意识地笑出了声 称自己偶尔也会这样 忘记提前把需要的东西准备好 下一秒莱拉马上紧张起来 她感觉这个男人很奇怪 一般人早就被自己的味道熏得无法呼吸 可她还能笑得如此轻松 就像什么味道也没有闻到一样 这时男子突然又从怀里拿出一袋东西 莱拉怕她要做什么坏事 再次警告男子 你要是再敢乱动 我就用这个刺穿你的脑子 当看到那里面装的是肉扑后 莱拉一下就愣在了原地 看来是自己误会她了 因为莱拉同不喜欢欠别人东西 于是她便准备给男子做些吃的 男子还以为莱拉对她放下了戒备 开始询问她的名字 出乎她意料的是 莱拉对她还是一副凶神恶煞的能量 但最后耐不住男子的软膜硬炮 还是把名字告诉了她 男子也很礼貌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莱拉 莱拉越来越觉得这男子一拙贪图 一点也不像是普通人 她之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种语气 忽然听到那男人在大喊自己的名字 正在煮汤的莱拉下了一激灵 她刚想发火 男子却表示只是想提醒她汤要溢出来了 并尴尬地说道 我其实很想夸奖你的手 但很可惜我闻不到味道 在得知对方没有嗅觉的消息后 莱拉猛的一个转身 这难道是神在跟她开玩笑吗 怕对方不相信 男子又解释自己曾空马上摔向 从那以后就失去了嗅觉 莱拉随即恍然大悟 怪不得她可以如此神情自若地面对自己 但她不知道的是男子其实在说谎 她不仅有很灵敏的嗅觉 而且她在莱拉身上闻到的不是恶臭 而是非常浓郁的香气 女人身带腐肉一般的臭味 怎么洗都洗不掉 所有的人都厌恶她 但高贵的皇太子在她身上 闻到的却是无与伦比的香味 那味道是那样的浓郁 以至于现在燃烧的木柴味 还有窗外清爽的泥土味 皇太子通通都没闻到 怕自己露出什么破绽 她只好撒谎说自己嗅觉失灵 莱拉不可置信地望着她 心中生起一丝忘年 或许她正需要这样一个朋友 但随即又想到 这男子只是为了找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 突然一阵痛苦的叹息声朝她耳边传 莱拉一转头看到的正是男子挣扎的表情 她马上意识到那人在说谎 她是能闻到自己身上味道的 莱拉太熟悉那样的眼神 充满着厌恶和鄙夷 没有人能藏得住那种目光 眼见莱拉的眉头紧锁 皇太子又谎称刚才是伤口裂开了 可莱拉哪肯相信 雨停之后你就赶紧走吧 皇太子一阵地挠虎 却又再次发抖起来 她根本抵抗不住那香气的幼虎 此刻她真的想一口咬住莱拉的脖子 但骨子里的教养却不允许她这么用 直到雨停后 皇太子才默然起身 她礼貌地跟眼前的女子道别 但莱拉仍旧是一脸的冷漠 甚至连一个对视的眼神也没给对方 在出门前 皇太子突然温柔地回头 她轻换莱拉的名字 毕生再见藏着莫名的亲切和尊重 等她彻底消失 莱拉如释重负 她不禁猜想那男子说的再见 应该是客气话吧 皇太子离开后就来到了灯火通明的男爵府 男爵一家为妻准备了丰盛至极的晚宴 但皇太子却漫不经心地敲打汤勺 吓得男爵还以为哪里招待不周 皇太子却表示食物很美味 听到夸奖的男爵乐开了话 却不知道皇太子这些寒暄 是为了套取男爵家中的秘密 只因女儿身带榴莲一般的恶臭 父亲便将她抛弃在荒郊野外 奇缘巧合之下 皇太子遇到了这个充满神秘的女子 两人度过了短暂的几个小时 但让太子感到奇怪的是 那女子身上散发的奇香 让她都不禁为之沉沦 却为何会活得如此凄惨 为了搞清楚这其中的缘由 皇太子故意住进当地男爵家的府邸 他认为身为地头蛇的男爵家 一定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男爵大人我昨天在森林中 发现一座小木屋 你知道谁住在里面吗 男爵面不改色狡辩吧 那森林面积广阔 我也不太清楚里面都有什么 可皇太子是何等的聪明 他根本就不相信男爵的话 摇晃红酒的手不自觉地加大了力气 眼见皇太子好像生气了 男爵和阿丽亚惊慌不已 阿丽亚却再也沉不住气 哪怕父亲试图阻拦他 也已经为时已晚 其实那小屋里住的是被诅咒的魔女 他浑身散发恶臭非常可怕 甚至会对人们将吓死状 此时的皇太子还故意露出惊讶的表情 但父亲却一脸地紧张 他生怕这个小女儿口不择言 再惹出什么事端 阿丽亚还贴心地提醒皇太子 不要接近木屋 那恶臭会对人有伤害 皇太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微笑 但却觉得他的话是多么地荒谬 明明那女子身上是无与伦比的香气 他不禁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闻到那幽香的场景 那味道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 就算是世界上最奇特的花香 都不足以形容那味道 那一缕香气唤醒了他骨子里的欲望 几乎让他变成一只动情的野兽 望着眼前丰富的晚餐 他再次想到那女子给他做的卷心菜汤 那是过得有多么的清疲 才会做那样的食物填饱肚子 突然他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记得当时莱拉手里拿着一个烛台 而蜡烛在这一片能买得起的 只有男爵家和部分负伤 可那个破旧的小屋中居然有插蜡烛的烛台 这样想来莱拉和男爵家绝对有关系 黄太子的眼神突然变得深不见底 等阿丽亚朝他望去的时候 黄太子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笑意立马又爬上他的嘴角 会错意的阿丽亚还一脸教训 殊不知黄太子现在多么希望 坐在自己身边的人是莱拉 等晚宴结束 阿丽亚亲自送黄太子回房 黄太子不懈地望着身边的女人 心中满是鄙 果然底层贵族用的手段都如此低级 原来这是男爵特意让阿丽亚接近自己的 但黄太子可不是那么容易被蛊惑的主 深夜时分 穿着暴露的女子 故意扭伤脚踝 扑进黄太子怀中 阿丽亚顺势扶住对方的胳膊 胸前的苹果用力挤压男人的皮肤 黄太子只觉得 这女人真是愚蠢至己 他敢忙推开阿丽亚 这才发现他跟莱拉长的格外相向 但这并不能换取自己对她的一丝好感 谁知阿丽亚竟再次主动扑到黄太子怀中 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 这一次黄太子直接把他用力甩了出去 阿丽亚不敢相信这男人一点面子也不比 但看着黄太子那野兽一般的双眸 他又吓得忍不住后腿 阿丽亚试图再争取一下机会 却听到黄太子冰冷地拒绝 我习惯一个人睡觉 此刻的阿丽亚很不甘心 但即便是他用尽全力挽留 黄太子终是没有回头 他讨厌那个女人 讨厌男爵 甚至连带着讨厌这座府邸 黄太子最需要的是那个香气 不知怎么得他越来越生气 慌得一脚直接踹开了门 仆人被吓得一激烈 赶忙起身伺候 谁知黄太子竟恼怒侃侃他 没想到你是一只哈巴狗 仆人万分尴尬 却仍旧一脸恭敬地表示 自己只想尽心尽力服侍殿下 下一秒黄太子直接询问 你到底收了多少钱 三毛才这么连 这小老头也太小气了 原来是男爵事前收买了胡人修理 让他帮忙给女儿创造 单独和黄太子相处的机会 可黄太子并没有真的生气 接着便吩咐修理 去调查一下魔女的事情 当得知主人已经到过小屋 修理面露担忧 虽然那些传闻是谣言 但是殿下没有必要和他走得那么近 可黄太子却毫不在意 毅然执着地要求修理去调查 修理则认为那魔女既然这么出名 那一定会是很厉害的魔法师 忽然想到了什么 男爵又让修理准备一些蜡烛 但八卦的修理非要打听要蜡烛干嘛 这让黄太子心烦地抓头发 如果我把你卖了 你是不是就能把嘴闭上 修理这才安静地鞠躬退下 黄太子猜测莱拉当年 一定遭到了人们的排斥 所以才会像只被抛弃的流浪猫 表现出很凶的样子 她的身世真的很可怜 但黄太子心中已经有了新的打算 女孩活了二十年 今天第一次准备洗澡 洗澡前的她全身都是臭流连胃 洗澡后则变成了臭鸡蛋味 虽然池塘里的水是零下一百度 但为了让身上的味道变淡一点 莱拉硬是足足泡了三个小时 因为她想要出去买点东西 但以现在的这副模样 她是万万不敢去市场的 一想到妹妹那副尖酸刻薄的嘴脸 莱拉就恨得牙痒痒 她再也不要丢弃尊严去跟妹妹乞讨 不知怎么的 脑海中不自觉出现之前那个男子的身影 那男子似乎真的很特别 面对如此不堪的她 不仅不害怕 还专门给她留下价值不菲的金币 一瞬间莱拉有些摸不着头脑 难道她真的是上天派来的救赎者吗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连树上的乌鸦都叫嚣着归巢 但莱拉却选择在这个时候出门 她想着这样的时间断出去 可以尽可能避免遇到更多的人 毕竟没有人会喜欢自己身上的胃脑 果然她刚进入市场 众人就纷纷捂住鼻子 这是哪里来的臭味 鼻子都要被熏烂了 自觉理亏的莱拉 赶忙将帽子又压低几分 好在不远处就是卖肉的地方 她鼓足十二分的勇气 朝肉扑走去 因为害怕被老板嫌弃 莱拉甚至打算把剩下的零钱送给对方 我 我 我要一斤猪肉 刚开始老板还热情地同她交谈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很快就闻到了让人作呕的味道 莱拉更是心虚地不敢说话 当看到老板一直在寻找臭味的来源时 莱拉犹豫着要不要逃跑 突然她旁边走了一位新顾客 此刻的莱拉变得更加害怕 怕被人闻到自己身上的味道 她催促老板快一点 谁知她只说了一句话的功夫 旁边的顾客就捂紧了鼻子 怎么有腐肉的味道 你这里该不会是卖变质的肉吧 说完就气匆匆地转身离开 卖肉的老板觉得真是冤枉 她开始在周围寻找味道从哪里发出来的 很快她就锁定了目标 这时的老板像是换了一副面孔 拳头在愤怒中越窝越紧 哪里来的乞丐在我店里瞎晃摇 赶紧从我的店里消失 周围的人也仿佛是看到了妖怪 纷纷逃窜 肉铺老板更是直接把莱拉推倒在地 而莱拉也因为摔倒 用来遮挡样子的衣服悄然滑落 万恶的老板还把口水吐到她身上 老板本想再羞辱她衣服们 却在看到莱拉的样子后下的汗水滞流 因为她发现眼前的乞丐 竟然是传说中的魔女 纸鹰长得丑 女人买肉非但不用花钱 甚至老板还要在她面前跪地求饶 原来她周遭散发的臭流连位 让人们坚信她就是传闻中恐怖的魔女 受惊的众人大喊着救命四处逃散 走散的小孩被吓得豪苦不止 而面对这些莱拉早就习以为常 既然这样那索性就认命了 只见她面无表情地逼近老板 把肉给我 老板一时间被惊得慌了神 等反应过来时就赶忙去拿肉 恭恭敬敬地递给莱拉 还表示不需要一分钱 莱拉愤怒地吼道 我又不是强盗 随后丢给老板两个同盘 慷慨地直言不需要再找自己领钱 此时的老板卑微至极 我真是罪该万死 听到这话的莱拉忽然顿主 她无比冰冷地质问对方 那你怎么不去死 随后决然而去 刚回到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不知怎么的 这一刻莱拉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 黄太子的心瞬间变得柔软起来 她急速地大步走上前 眼中满是心疼 你怎么哭了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关心 莱拉下意识选择逃避 她不知道这个男人怎么又回来了 很快便一口气冲到屋子里 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她委屈地再次哽咽起来 为什么她这一生都过得如此不堪 突然背后的门音声而开 那男子直接跟了进来 这一次莱拉真的生气了 你为什么又来这里 你到底想在我这得到什么 谁知下一秒男子竟开始贴近莱拉 言语中满是诱惑和温柔 我担心你这么漂亮的小姐 一个人住有危险 但莱拉看着这个眼神深不见底的男子 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她知道自己一点也不美 也清楚身上没有可以吸引男人的魅力 你该不会是变太难吧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当然是因为我身上与生俱来的恶仇 但男人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突然想到她今天是特意带了礼物过来的 于是赶忙拿出整整一麻袋蜡烛 说着就立马将蜡烛点燃 房间里顿时明亮了起来 莱拉的心情也莫名的有些好转 此时的皇太子一脸的坏笑 因为这些蜡烛都是在男爵家收罗来的 说不定男爵今晚要摸黑吃饭了 怕莱拉不好意思收下这些 皇太子解释这是为了报答她的恩情 当时她在大雨中迷路 知道莱拉不喜欢欠别人东西 皇太子就让莱拉把草莓送给自己 莱拉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这些草莓都是她自己摘的 值不了几个钱 女人浑身散发臭流连胃 所有的人都避之不及 连亲生父母都不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皇太子却对莱拉情有独钟 这不还专门送来了价值连城的蜡烛 可莱拉却感到很难为情 她不愿意欠任何人东西 皇太子也深知这一点 于是提出让莱拉把这些草莓送给自己 还故意说这些草莓看起来很好吃 当得知草莓是莱拉从野外摘来时 皇太子直言对方真的太可爱 本是一句夸奖的话 却把莱拉彻底激怒 皇太子在这一刻终于明白 眼前的女子绝不允许别人夸她可爱漂亮 否则会立刻发火 还有她虽然生活得很贫穷 但是收了别人的东西 一定会想方设法报答 如果有人对她很礼貌地微笑 她会害羞地回避视线 皇太子只感觉莱拉身上有着无尽的吸引力 而现在小屋中充斥着莱拉独有的香气 这味道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让人异常兴奋 皇太子贪婪地闭着眼睛享受 很快莱拉就发现了男子的异常 皇太子健壮 只好撒谎说是自己太累了 忽然她发现莱拉的手有擦伤 她几乎是下意识的 伸手就握了上去 这一刻莱拉的瞳孔猛缩紧 迄今为止 从来没有人愿意主动碰她 皇太子又把莱拉的手拉进了紧 最后进步又自主地舔了上去 手掌传来的特殊一样让莱拉不知所措 你 你在干什么 谁知皇太子尽一脸的疑惑 难道伤口上不需要涂口水吗 原来她这样做是在给莱拉疗伤 这特殊的疗伤方式还是仆人修理告诉她的 修理还调查到 莱拉正是男爵的另一个女儿 但因为一出生就身带恶宠 所以被男爵扔在森林中自生自灭 想到这些皇太子就对男爵恨之入 铁视伤口的嘴唇不自觉地加大了力量 莱拉吃痛地大叫 皇太子这才意识到对方的血会让自己如此疯狂 险些丧失理智 下一秒她不容反抗地将人抱在怀中 看到你我好像就变了 说话间她的手环抱住莱拉的身体 她在女人的耳边呢喃着 跟我走吧 我来带你逃离这臭水沟一样的地狱 无比尊贵的皇太子来相间选妃 却意外看上了浑身散发臭流连位的魔女 她想带莱拉走 带她逃离这臭水沟般的生活 这样的承诺让莱拉倍感惊慌 她深深地记得自己刚来小屋的第一天 陌生的环境让她久久不能入睡 恐怖的打雷声让莱拉发抖了整整一夜 那个时候她就明白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她都要学会一个人面对 所以哪怕现在出现一个 会主动关心她伤势 能共情她痛苦的人 那又能怎样呢 虽然那男子在所有人都嫌弃自己时 从没有觉得她身上脏 甚至还握着她的手讲话 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她本身就闻不到味道 莱拉才不会相信有人会真的愿意靠近自己 所以当皇太子试图再次靠近之时 莱拉用尽全部力量把她推开 不明所以的皇太子愣在了原地 莱拉你什么意思 你没有办法拯救我 因为我本身就是臭水沟一般的存在 这话让皇太子一度陷入了沉默 莱拉眼中的希望也在一点点变淡 望着桌子上男人送来的蜡烛 莱拉不敢动是假的 可她真的不知道怎样去接受别人的馈赠 长期的虐待 已经让莱拉忘记了怎样跟人相处 面对这个状态的莱拉 皇太子只好先行告退 临走前表示还会再来探谈 莱拉搞不懂 那个男人为什么总想见自己 难道跟小老头一样 是觉得她很可怜吗 莱拉心里第一次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但可怜的她却连一个诉说心事的人都没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莱拉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呆 皇太子如约而至 她熟练地坐在莱拉对面 微笑着跟对方打招呼 而莱拉震惊之余 支支吾吾也只是说了句 你昨天戴的蜡烛太多了 皇太子知道莱拉肯定又要报答自己 果然下一秒莱拉就表示 你想要任何东西都可以 只要我能办得到 看着莱拉如此郑重其事 皇太子只觉得她真的太可爱 她或许真该好好想一想要什么东西 只因身带榴莲一般的恶丑 她就被村民们当成是万恶的魔女 哪怕莱拉只是去市场买了一块肉 就惨遭众人嫌弃 现在村民们更是合起火来闹事 直接找到当地男爵家 让男爵想办法把魔女赶尽杀绝 男爵这才知道莱拉果然又去市场惹射 此刻卖肉的老板万分委屈 因为莱拉光顾了自己的肉骨 导致她现在一个顾客也没有 狡猾的男爵对她的遭遇深表遗憾 但村民可不会这么善罢甘休 他们早就听说前几天魔女曾经到过男爵府 还自称是男爵大人的女儿 而且之前就有人听过这种传闻 男爵瞬间慌了神 这可怎么办 如果人们都知道莱拉是自己的女儿 那到时候他们肯定会离开自己的领地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好在小女儿阿丽亚及时出现 她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显得很是委屈而又不失礼貌 首先我要向大家道歉 接着便离花带雨地给众人解释了一番 称魔女突然来到府中说那些胡话 她也确实很依然 随后便口出狂言 说魔女精神上出了问题 听到这样的消息 村民们显得更加害怕 阿丽亚见时机一到 忙说可以请都城最厉害的魔法师来帮忙 但就是用金方面会比较高 然后又大方表示 为了大家领地的安全 自己家里花多少钱也无所谓 一段义愤填膺的发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男爵府很快就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看着村民们离去的背影 阿丽亚笑得一脸灿烂 可父亲的眼神中却写满担忧 他询问阿丽亚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 谁知下一秒阿丽亚惊面露凶相 他要彻底除掉莱拉 男爵着急了 要知道莱拉也是他的亲骨肉啊 但阿丽亚却毫不退让 还埋怨父亲给他生了那样一个姐姐 这一刻父亲终于明白 阿丽亚是再也容不下莱拉了 男爵太了解这个小女儿 虽然她长得貌美如花 但在很小的时候 阿丽亚就表现出了残忍的一面 即使她现在也很敬重自己 可阿丽亚还是让男爵骨子里感到恐惧 为了能当上皇妃 她决定不再顾及姐妹之情 而这也是她第一次 在父亲面前展露自己真正的面目 她再也不要替姐姐收拾烂摊子 这一次她要将莱拉彻底铲除 但男爵心中还尚存一丝善念 正在她为难该如何是好事 下人突然报告说皇太子的侍从正在找她 男爵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那时一溜烟的就来到会客厅 修理坦言皇太子已经把男爵的女儿 当成了太子妃的人选 此时男爵已经乐得合不上嘴 还故作镇定到我是一点也没有抱希望啊 一想到女儿马上就要成为未来的皇后 而她自然而然的就是高高在上的伯障大人 男爵心情就激动得不得了 猛然间修理询问男爵 她的女儿是否需要时间收拾行李 毕竟皇太子打算直接邀请她女儿去皇宫 男爵立马恭维 我会让她抓紧时间准备的 而一旁的阿丽亚也很是害羞 怕有什么想得不周到 男爵还贴心地咨询修理还有没有其他吩咐 修理也没有跟他们客气 不禁提醒两人之前对她的承诺 阿丽亚真是冰雪聪明瞬间秒懂 接着便慷慨地给了修理一大笔钱 修理满意地把眼睛都笑没了 男爵本想今晚好好招待一下皇太子 修理却直言我家主人今晚已经有约了 但修理这个老狐狸 最后并没有告诉他们 皇太子今晚在跟别的姑娘约会 而此刻的皇太子正在森林中的小黑屋里 享受难以下咽的夜宵 让人尴尬的是 她还不能表现出一丁点的嫌弃 皇太子本以为这会是开胃菜 谁知很快就被告知 这是正式的晚饭 虽然皇太子一再暗示莱拉有没有牛排什么的 遗憾的是莱拉根本都没听过食物的名字 没办法 皇太子只好挤出一丝微笑 看来是我期待太多了 而对面的莱拉感到万分的窘窟 这也太丢人了吧 男人随便喝一瓶酒就价值上瘾 现在却心甘情愿地待在不见天日的小黑屋中 吃着连老鼠都嫌弃的食物 就把手指头咬破 这可把皇太子这个闲眼包给乐坏了 一言不合就要给莱拉治疗 可莱拉这次有了防备之心 她太了解眼前这个男子是多么的不靠谱 但皇太子却直接握住了对方的手 无比满足地舔势着伤口 一样的感觉让莱拉忍不住缩成一团 她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男人一触碰自己 她的整个身体都麻麻的 痒痒了 但是她却并不讨厌这种感觉 莱拉不知所措地紧闭双眼 皇太子还以为莱拉不喜欢自己这样 于是提出让她换一种方式暴打自己 可莱拉哪肯答应对方 万一自己做不到 那岂不是很没面子 但皇太子却表示她说的方式 肯定会比现在做饭容易 于是在莱拉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皇太子就快速搂住对方的腰身 把她带了出去 一路上莱拉累得气喘吁吁 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走这么远的路 可让人奇怪的是 眼前的男子体力竟出奇的好 莱拉终于坚持不住了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原来莱拉渐渐地发现 那男子越往前走 环境就越黑暗 她很怕这个陌生男人会对自己做些什么 男子似乎看出了她的心事 盲表示马上就到 此时的莱拉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对方 突然男子助力在前面 目的地终于到达 这一刻头上是璀璨的星空 脚下是盛开的繁花 莱拉被眼前的景象美得忘记了呼吸 男子却一脸的自豪 这是我打猎的时候发现的 想带着你过来看看 莱拉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鲜花 她忍不住用力呼吸 想把这些花香都闻个痛快 此刻莱拉的鼻子里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花香 她想要跟男子分享 男子却只觉得现在的莱拉非常有趣 而莱拉说的花香 黄太子一点也闻不到 因为莱拉身上的香气已经掩盖了一切 这种感觉充满致命的诱惑 黄太子只觉得越来越饥渴 她想要得到这个神秘的女子 渴望得到莱拉的遗弃 莱拉这时候猛然起身 她手忙脚乱地整理了下裙板 充满感激地跟对方道谢 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很神奇 我很开心 黄太子没想到莱拉会对自己说这样的话 本以为她和莱拉的距离更近一步 不曾想莱拉却表示着根本不算报答对方 她会重新准备像样的东西送给男子 随后转身便离开了 只留下黄太子一个人在原地发呆 男人身边每天有无数美女头怀松抱 可他偏偏要取满身臭流连位的乞丐围棋 就连他身边的仆人也不理解 于是便鼓足勇气奉劝主任 最好还是抓紧时间回宫 总这样跟陛下对抗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可黄太子哪里听得进去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莱拉的影子 哪怕是看到桌子上的一盆花 他就不由地想到莱拉身上那迷人的香气 他想要完完全全得到那女子 黄太子突然伸手把桌上的花捏得粉碎 接着他便做了最后的决定 他吩咐仆人去告诉男爵 自己要带那个被他抛弃的女儿回皇宫 得知消息的男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尴尬地笑道 这简直就是在开玩笑的 直到他察觉到身边并没有黄太子的身影 现在就连阿丽亚也坦克起来 最后他们在仆人修理那里得到了证实 男爵彻底愤怒 他绝不允许事情的发展超出自己的掌控 但修理却一脸的淡定 表示一切都是皇太子的意思 男爵和阿丽亚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怒吼 这不可能 但作为皇太子的御用仆人 他再一次无比坚定地传达了主人的命令 此刻的男爵终于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阿丽亚却仍旧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被提出局 怎么可能会这样 皇太子甚至都没有见过莱拉 修理只好解释他家主人是在打猎的时候见到的 阿丽亚听到后期的浑身都开始颤抖 却也无可奈何 男爵见状忍不住要替宝贝女儿出口恶气 他毫不留情地指责修理拿了他们的钱不败事 聪明的修理则反驳道 皇太子确实要带你的一个女儿回皇宫了呀 男爵却认为修理现在完全是强词夺理 自己指的女儿明明就不是莱拉 好在修理并没有太过理会她 而是把这一切归结于男爵有两个女儿 造成了他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修理的这番操作弄得妇女二人敢怒不敢言 随后修理贴心吩咐男爵 他们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 明天皇太子就要带着莱拉回皇宫 丝毫没有察觉对面两人已经完全猛圈 此时的莱拉正在抓野兔 遗憾的是她已经费了一上午的时间 却毫无收获 她试探性地检查不劣价 却差一点险些受伤 看来这东西还没有坏 突然她在无意间发现一张纸条 但里面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 懊恼地她把她揉作一团扔了出去 她好后悔自己为什么要答应那男子 非要报答人家 关键是她根本就没有捕捉动物的能子 她感觉自己现在好奇怪 为什么脑海中总是时不时闪现那男子的样貌 猛然间她好像意识到什么 随后一抹害羞地红韵爬上她的脸颊 最后不得不强行说服自己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她还没有报答那男子 只因身带榴莲一般的恶丑 她被父母抛弃 被亲妹妹说成是万恶的模拟 甚至连村民都想要把她活活烧死 机缘巧合之下 尊贵的皇太子却被莱拉身上的味道所吸引 本以为这将是幸福的开始 可妹妹阿丽亚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异常愤怒 甚至把家里上千万的花瓶摔得细碎 为什么太子妃的人选不住 说话间又在花瓶上狠狠补上一脚 父亲心疼地劝告她不要生气 可阿丽亚根本听不进去 此刻父亲也无能为力 阿丽亚不禁皱起眉头 他必问父亲是不是很害怕 那个即将成为太子妃的莱拉 随即恶狠狠地警告父亲 如果莱拉真成为太子妃 那么他们整个家族就要惨遭面门 父亲不由得一惊 不明白阿丽亚到底什么意思 阿丽亚解释等模拟的咒术姿态 莱拉肯定会被废赢 到时候皇家一定会追资 是谁把她推上的太子妃之位 一瞬间父亲陷入了恐慌 他认为阿丽亚的考虑似乎很有道理 可他现在根本就束手无策 于是赶忙寻求阿丽亚有什么好的办法 阿丽亚好像早有准备 他吩咐父亲马上召集村民 这一次他要彻底解决莱拉那个大麻烦 他得不到的东西 也绝不允许别人得到 很快村民们就晃动着火把 在深夜的时候来到莱拉的住处 周围的一切阴森恐怖 村民手中的火把披露作响 屋外异常的声响很快引起莱拉的注意 而此刻他正在做美味的事物 想报答之前帮助自己的那男子 聪明的他早就意识到 这些人是来要自己命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里反而觉得很平静 只是不由地嘟囔道 如果被烧死那应该会很烫 因为之前男爵曾经送给他一本画册 上面画着的正是魔女被活活烧死的画面 虽然他一直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但他还是会怕痛 只是那个男子最后也没有吃上 他专门为他做的一顿像样的饭菜 莱拉还特意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买了肉 如今看来是没用了 或许这会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时刻 村民们在外面久久不肯离去 莱拉忠实拉开了房间的门 少女只饮一百天不洗澡 身上就满是飞鱼罐头的味道 附近的村民都对他避之不及 为了永绝后患 他们在男爵的指使下 竟打算将其活活烧死 他们选择在深夜悄悄来到莱拉的住宅 其中一位村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残忍 不管怎么说 这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其他人却直言莱拉就是万恶的魔女 早点解决他对谁都好 很快他们就来到莱拉家门口 但没有人敢第一个冲进去 莱拉却在这时主动走出来 为首的男子大吼道 我们今天就是来除掉你的 莱拉无助地请求 你们可不可以先回去 等下次再让你们除掉我 可对方怎肯善罢甘休 表示自己一天也忍受不了 莱拉不禁反问 你们到底忍受了什么 众人根本回答不上来 吓得连连后退 莱拉继续大声质问他们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们亲眼看到过我吃小孩吗 还是说我传播过瘟疫 村民们被问得哑口无言 莱拉就那样孤零零地站着 一个人面对所有的狂风暴露 为首的男子心中 突然升起一目不屑 你活着还散发臭味 就是你最大的过头 莱拉听闻此话不禁冷笑一声 她深知自己现在处境非常危险 但一想到她还没有报答那男子 莱拉近乎是恳求道 你们下次再来吧 过几天我会死在你们的手里 村民却以为她要逃走 故意嘲笑她不要再痴心妄想 去找男爵府的父亲 莱拉心中骤然一惊 她不明白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那个村民也道出了事情 是男爵大人让我们来讨伐你 莱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的亲生父亲竟然要除掉自己 夺快而出的泪水不禁模糊了视线 此刻莱拉的心脏似乎要痛得裂开了 由于长时间不见父亲 她现在甚至都想象不出她的脸 一向坚强的她也差一点因此摔倒 村民们的情绪在这一刻达到高潮 纷纷高喊除掉魔女 此刻莱拉头痛的都要爆炸了 突然靠近的火把让莱拉下意识地慌忙躲闪 一男子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她果然是魔女 害怕火 随后另外两名男子禁锢住莱拉的身体 她不断地用力挣扎 想逃离现在的一切 突然一阵惨叫声传来 众人也都慌了神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有胆子大的男人朝前走去 但眼前出现的一切 让她浑身开始发抖 只见一只十米高的熊正在啃食村民 其他的人也吓得大惊失色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黑熊 尾巴随便一摇就逼得众人后退不止 没有人知道她是从哪里冒出来 黑熊直愣愣地盯着欺负莱拉的红毛 那男子经不住冷汗直流 莱拉趁机加大力气继续挣扎 好不容易就要成功挣脱 却再次被村民狠狠抓住手腕 她认为这一切都是莱拉使用的奸诈手段 下一秒静直接勒住莱拉的脖子 莱拉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 可不知怎么的 她竟然生出一丝妄言 希望之前认识的那个陌生男子来救自己 殊不知那人的真实身份 竟是当今的皇太子殿下 女人只因长了一个鼻子两只眼 男人就要活活掐死她 此刻莱拉已经有三十分钟不能呼吸了 本以为自己的生命就此告一段落 谁知脖子上的束缚竟然突然消失 莱拉这才发现是一只黑熊 击倒了欺负自己的男子 奇怪的是黑熊对莱拉却一点敌饮流 还特意来到她的身边 似乎在安慰受惊的莱拉别害怕 莱拉满眼的不可置信 她也很好奇这只野兽的蓝 而且黑熊的瞳孔竟然是金色的 她在这片树林中已经生活了十年之久 从来就没见过如此特别的野兽 众人都以为这是莱拉用魔女之力召唤出来的 纷纷拿着火把想把黑熊吓走 可黑熊非但没有多闪 反而朝着人群扑了过去 莱拉见状重新燃起对身的希望 两男子突然威胁莱拉 让她赶紧将那东西关起来 莱拉却根本不想理会他们 带头的男子恨得咬牙切齿 眼看莱拉就要挣脱束缚 红毛直接拔出一把锋利的刺刀 朝莱拉的心脏狠狠刺去 下一秒那黑熊竟一口咬断男子的腰子 喷涌而出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天空 围观的村民吓得浑身发抖忍不住的后腿 莱拉心中猛的一惊 她没想到这黑熊竟能真的伤人性命 此时黑熊发出射人心魄的吼叫 村民却趁机将火把扔向莱拉的小木屋 由于房子完全是木头所造 很快就燃起熊熊大火 莱拉无助的呆傻在原地 她本能地想去灭火 可现实却让她毫无办法 莱拉不知道如果失去这所房子 她以后又该合去合同 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村民死在自己屋前 逃跑的人们会把这一切都归结在她的头上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自己 虽然莱拉一直都被人抛弃 但她明白 这一次是真的彻底完了 野兽突然地吼叫吸引了莱拉的注意 一转身就看见那只野兽一直在陪着自己 莱拉犹豫了好几次 终是鼓起勇气询问黑熊 你为什么不伤害我 不知怎么的 莱拉突然觉得黑熊的眼神竟有种莫名的熟悉 那双眼睛她好像在哪里见过 猛然间莱拉的房子坍塌下来 她赶忙大喊这里危险 想提醒野兽尽快离开这里 谁知那黑熊早就不见了踪影 此刻莱拉不经小声嘟囊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站在她身边 虽然那只是只野兽 现如今莱拉又成了孤身一人 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经过一夜的燃烧 木屋变成一堆灰烬 莱拉就这样在地上孤零零地做了一夜 丝毫没有察觉到 黄太子已经来到了她的身边 直到黄太子询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莱拉才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看到莱拉没有受伤 黄太子万分庆幸 莱拉却在此刻想起之前为男子做的美食 一瞬间一丝溃就立刻涌上心头 心里顿时难过起来 黄太子还以为对方是因为没有加勒而难过 她望了一眼莱拉被毁的屋子 突然提出要带莱拉一起走 没想到莱拉根本不领情 还无比愤怒地朝她吼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随后搜的一声就跑开了 她一定要去男爵府问个明白 为什么父亲要置她于死定 明明同样都是女儿 可父亲却不惜一切代价 要把小女儿扶上太子妃之位 却对大女儿不择手段 千方百计想把莱拉葬送火海 好在莱拉命不该绝 一头百米高的黑熊禁救了她的命 可她唯一的栖身之所以随之被烧成灰烬 黄太子看到莱拉的第一眼 发现她的眼中是无底深渊一样的绝望 一想到村民烧死她的计划都是父亲指示的 莱拉的心里就像有一把刀在那里狠狠地安着 一瞬间黄太子好想给莱拉一个温暖的拥抱 却在看到莱拉那冷漠的眼神是停止了动作 但黄太子还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她诚恳地邀请莱拉回她的家中 可以听到家这个字眼 委屈和愤怒就一起涌上心头 现在她一刻也等不了 她要当面问一问父亲为什么要烧死自己 他们可是血脉相连的亲生妇女啊 于是莱拉果断拒绝了黄太子的帮助 转身就朝宫爵斧大步走去 黄太子因为不放心莱拉 一直跟在身后不肯离去 可莱拉却警告她 不要再跟着自己 她现在要去自己的父母家 黄太子还不易装傻 原来你的父母还健在啊 莱拉再也不想跟眼前的男子多说一句话 因为她害怕自己会依赖上对方 可不知怎么了 男子之前帮她疗伤的画面 开始在脑海中不断闪现 莱拉竟没来忧地开始心跳加速 理智如她 莱拉强迫自己清醒过来 不要再胡思乱想 这一切本就是她自作多情 很快她来到男爵府的大门外 浑身的臭味引得门卫恶心不已 叫嚣着让魔女赶紧滚开 莱拉这一次却没有后退一步 反而勇敢地一直向前直面一切 我命令你马上去把男爵大人找来 门卫还以为魔女就要召唤引寿 吓得瑟瑟发抖缩成一团 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时 男爵大人匆忙赶来 因为害怕门卫知晓莱拉和自己是妇女的关系 男爵说话都变得语如伦刺起来 我 我先和魔女 那个谈谈 她是不会伤害我 眼见门卫还是不肯离去 莱拉直接报梦 不想死了就给我滚 门卫这才落荒而逃 可单独面对女儿时 男爵却尴尬地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还是莱拉先开口 父亲我的家着火了 这时男爵还故意装出一副很心疼的样子 但始终不肯给这个女儿提供一点帮助 莱拉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 你真的想除掉我吗 我亲爱的父亲 男人偷偷养了会吃人的魔女整整18年 世人都以为她是乐善好事的圣人男爵 殊不知那魔女竟是她的大女儿 而她也并非是真正的魔女 而是父亲为了掩盖她身上的臭味 强加给她的一个罪名 莱拉本以为会在父亲的庇护下健康膨胀 可突然的一天夜夜 村民们贸然闯进她的家中 扬言要将她活活烧死 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竟是自己的男爵父亲 得知真相的莱拉再也无法控制崩溃的内心 于是便来到男爵府要问个明白 谁知父亲竟连家门都不让她进 这一刻莱拉终于相信 自己的亲生父亲要置她于死 莱拉心中万分委屈 她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难道就因为身上怎么都洗不掉的臭鸡蛋胃吗 可是这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呀 本来她还不相信昨晚村民说的话 觉得是村民在故意挑拨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真的 果然是父亲只使村民活活烧死自己的 莱拉的眼泪不争气地一直流 把地面都打湿了 却唯独换不来父亲的一丝心头 心中唯一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这一刻她终于接受了被父亲彻底抛弃的事实 可莱拉的眼泪在男爵看来只有恶心和嫌弃 她无比愤怒地大吼道 你昨天为什么不乖乖死掉 你知不知道生下你这样的女儿我有多多人 接着便迅速转身离开 生怕跟女儿扯上一丁点关系 莱拉到现在才明白 原来自己对于父亲来说一直都是食物 此时的她像一只被抽走灵魂的木 行尸走肉般朝森林深处走去 现如今她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那个唯一的妻生之所以在昨夜化为灰烬 一时间莱拉只觉得心脏痛得就要裂开 她真的好想好想休息一下 殊不知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被躲在树后的皇太子看得真真切切 皇太子气不过自己的未婚妻被人这样见她 马上就来到了男爵府 她的声音如夏日闷泪 隆隆滚过 咬牙切齿 你竟敢试图将我的新娘烧死 男爵却狡辩道 我以为您说的新娘是我的二女儿 我的侍从已经跟你说过了不是吗 皇太子的语气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 男爵慌了 聪明的她已经明显感觉到皇太子跟平时不一样 男爵冷汗止不住地在额头渗出 殿下提到的长女有些缺陷 我只是想要把事情纠正过来 只见皇太子意味深长地抚摸着下巴 云淡风轻地飘出一句 你是不是疯了 怎么敢来坏我的事 男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直谦和的皇太子为何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她越来越觉得有大祸要降业 就在这时阿丽亚身着一袭黑色礼服走进来 女人温柔地去往男子的手臂 却被对方一刀直接砍断胳膊 只因她欺骗皇太子 企图把皇太子看中的女人活活烧死 原来就在刚才 皇太子亲眼看着自己的未婚欺骗男爵羞辱 她本来就在气头上 刚想好好教训男爵一番 不曾想半路竟杀出个成咬精 阿丽亚身穿一件价值上意的礼服突然出现 试图解释清楚这一切 只见阿丽亚满脸委屈与无奈 我姐姐一出生便受到诅咒浑身散发恶丑 为了拯救姐姐 我们几乎耗光了所有的家产 可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阿丽亚表面上哭的梨花带影 真正的打算却是 让皇太子意识到自己才是结婚对象的最佳人选 不曾想皇太子早就看透着一切 你可真会胡说八道 你这上意的礼服一点都不像耗光家产的样子 阿丽亚实在没有预料到皇太子会是这种反应 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随即又开始狡辩 姐姐就是魔女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 殊不知这些话 已经彻底点燃了皇太子眸中的啄啄怒 你们竟然气骗我 这简直就是藐视皇室的威严 此刻皇太子像一只凶残的黑熊 分分钟就要把阿丽亚妇女俩活吞下去 男爵见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断求饶 可皇太子却直接宣布剥夺瓦文西亚家族的男爵之位 但贪婪的妇女二人怎肯甘心 就在皇太子要离开客厅之时 阿丽亚一个剑步抓住了皇太子的胳膊 求求殿下原谅我们吧 一时间皇太子只觉得恶心透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出一把锋利的长剑 顷刻间割断了阿丽亚的手臂 剧烈的疼痛让他整个面部都争吟起来 男爵看着飞溅的鲜血 惊恐地说不出一句话 皇太子却面无表情地摸了摸发酸的佛手 接着吩咐修理 放火烧了男爵府 男爵瞬间傻眼了 这将意味着男爵府将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他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可怕的恶门 可男爵府燃起了熊熊大火时刻在提醒他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莱拉也回到了森林 无比绝望的他再也不想这样苟且偷生地活着 父亲只用简单的一句话 就轻易要了女儿的命 当莱拉亲自听到父亲对自己说 生下她是自己的耻辱时 莱拉再也没了任何生的欲望 隐忍了18年 这一刻她终于决定 再也不要这么痛苦地活着 于是她来到一处池塘 缓缓闭上眼睛 准备让自己永远沉睡在这里 本以为终于可以摆脱这地狱一般的生活 谁知就在她要失去意识的时候 莱拉莫名被一股力量拉了上来 睁开眼才发现又是那个陌生男子 莱拉再也抑制不住崩溃的内心 她用力地哭喊着 似乎要把这些年的愤怒和委屈都发泄出来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我想死都不可以 但一向骄傲的男子此刻却低下了头 满眼都是心疼和无奈 你这是要丢下我独自离开吗 接着就抓紧了莱拉的双手 任凭对方怎么挣扎就是不放开 她好怕自己一松手 就再也见不到眼前这个可爱的女人 被禁锢的莱拉大吼道 我就是魔女 所有人都盼着我死 就连我的亲生父亲也不例外 听到这些 男子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仿佛扎了一根刺 她努力挤出一丝微笑柔声道 你不是魔女 你只是身上有榴莲般的臭味而已 为了让莱拉相信自己 男子不禁反问她 难道你吃过小孩 散播过瘟疫吗 见莱拉无言以对 男子赶忙乘胜追击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魔女 紧接着男子将莱拉的手紧紧握在手心 又落下深情一吻 她无比真诚地恳请莱拉跟自己一起走 而此刻的莱拉早已羞红了脸 情斗初开的她变得与无伦刺起来 最后终于答应跟对方离开 男子悬着的一颗心也落了顶 为了掩盖自己皇太子的身份 男子特意命修理 寻来一辆普通的马车 可莱拉见到马车的第一眼 还是被震惊到了 活了18年 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豪华的马车 就连男爵斧也没有一辆这种配置的 莱拉不禁猜想这男子果然是贵族 之前她就觉得对方的穿着和言谈举止 不似普通人 但出于礼貌 她始终没有询问男子到底是何等身份 马车上两人尴尬地不知道说些什么 突然马车剧烈地晃动起来 男子忙安慰道 出了这片森林就不会这么颠簸了 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自己生活十几年的森林 莱拉心中没来由地生出一丝不舍 她刚想再多看看这片森林 远处的一座神殿吸引了她的目光 男子也表示如果莱拉有愿望 可以去那里祈祷一下 说不定会真的实现呢 可莱拉却坦言 自己根本不相信神明 男子觉得很是好奇 因为在这帝国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不相信神明的人 就在莱拉想要解释一番之时 男子猛地伸出胳膊 将莱拉抱在了怀中 你怎么那么讨人喜欢呢 莱拉勃然大怒 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谁知男子竟开始动手动脚起来 甚至还勾起莱拉的下巴 莱拉震惊之余猛然想到 这男人不会要把自己卖给真正的魔女吧 只因一身臭螺丝粉味 她就被亲生父亲下令烧死 却没想到这味道在皇太子眼里 是世界上最香甜的气息 于是她不仅救下了莱拉 甚至一把火直接烧了男爵府 最后将她带回了皇宫 可遍体鳞伤的莱拉 却以为皇太子要把她卖给魔女 好许下得到帝国的愿望 天马行空的想法 让男人忍不住吃笑出声 真是太可爱了 骨节分明的手 暧昧地挑起莱拉的下巴 我的愿望是得到你 只要能够得到莱拉 所有的愿望都会通过她完美实现 不等莱拉反应 皇太子就一把将她拥入了回中 此时马车已经来到了皇宫外面 皇太子顺势将她一把抱起 女佣们已经早早地等在了外面 在庸人的服饰下 莱拉洗了一个香香的泡泡浴 这还是她十几年来第一次洗这么干净 当她再次出现在皇太子面前时 美艳绝伦的模样 惊得皇太子一不开眼 华丽高雅的服饰衬托着她完美的脸庞 甚至连肌肤都显得银润有光泽起来 回过神后 皇太子这才想起来让莱拉坐下 顺便正式做起了自我介绍 如你所见我是这座宫殿的主人 也是皇位第一继承人维奥斯特 第一眼看到富丽堂皇的宫殿时 莱拉就猜到了这个男人非比寻常 可听到她的真实身份后 仍然被吓了一大条 如果她知道这个男人是皇太子 自己是绝对不会跟着过来的 因为外界传言皇太子冷血无情 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 充满戒备的表情 让皇太子莫名感到有些好 那你觉得我是坏人吗 莱拉闻言立马红了脸 皇太子于她而言是一个善良至己的人 娇羞的模样 让皇太子忍不住了起了一缕发丝 你今天真的很美 莱拉的脸瞬间红成了一个大闸蟹 小心脏也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她知道这些都是为了哄她开心的调话 可长期这么听 让她不自觉产生了一种 自己也是贵族小姐的错觉 晚上睡觉时 没有安全感的莱拉忍不住询问侍女 难道你没有闻到我身上的味道吗 侍女诚实地告诉她闻到了 莱拉吓得心中一惊 那你为什么没有指着鼻子大骂我 之前的每一个人 在闻到她身上的味道时都会破口大骂 甚至恨不得把她烧死 可这里的侍女却毫不嫌弃 侍女一脸心疼地告诉她 照顾莱拉是他们分内的工作 似乎一切都在发生改变 可从小生活在黑暗中的她 又怎么可能这么快接受光明 第二天早上是你叫莱拉吃饭 却发现宽敞的房间空无一人 莱拉居然消失不见了 女孩浑身散发着螺蛳粉混合榴莲的臭味 周围所有人都嚷着要烧死她 可皇太子却将她带回了皇宫 甚至还要娶她做太子妃 来到皇宫的莱拉非常没有安全感 她不敢睡在20平米宽的大床上 反而钻进了一个狭小的衣柜 在她看来自己根本不属于皇宫 宽敞的空间压得她根本喘不过气 她无法做到这么快接受之前发生的一切 蜷缩在衣柜的莱拉紧紧抱住了自己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缓和焦躁的内心 她就这么沉沉地睡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 入眼是侍女那惊慌失措的脸庞 小姐 你怎么睡在这里 刚刚打开门没有看到莱拉 侍女差点疾疯了 若是莱拉失踪 怕是皇太子会直接摘了她的脑袋 看着莱拉睡眼惺忪的模样 侍女微笑着让她去洗漱 却没想到莱拉直接抱走 你又想盯着我洗澡吗 赶紧给我出去 昨晚洗漱时就有人一直盯着她 她实在接受不了赤裸裸的曝光在大众室 从小受尽欺辱的她 又怎么有机会接触到贵族的生活方式呢 梳妆完毕的她来到大厅 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美味的食物 没有丝毫理 莱拉抓起一块面包就开始大块躲 粗粗屋里的模样 让红毛都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就不能吃得有形象一点了 可黄太子却满心欢喜 莱拉你今天也很美 儒雅的模样让红毛大跌眼睛 什么时候黄太子这么温柔了 看到莱拉嘴角的碎形 黄太子没有丝毫嫌弃的身手 然后轻柔地替她擦拭干净 短暂的触碰让莱拉羞红了脸 而更令她抓狂的是 黄太子居然把碎屑优雅地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甚至宛若野兽般贪婪地看着手足无措的莱拉 如果你饿了就吃自己面前的食物 莱拉气愤地大吼道 黄太子漫不经心地端起一杯牛奶 我自己的当然也不吃 她的语气很冷静 冷静得似乎刚刚没有做那些奇怪的动作 此时莱拉心跳止不住的加快 似乎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就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所以黄太子殿下 而陛下 大人 见莱拉变得拘谨 黄太子不再逗她 叫我黄太子殿下就行 她很好奇 为什么莱拉会突然注重其礼仪 莱拉感到有些尴尬 虽说她从小就被赶出了家 可也有人叫过她一些礼仪规矩 而且相比起黄太子 我更喜欢你直接叫我的名字 当着未婚妻的面 黄太子却把别的女人带回了家 而且这个女人还是乡下的姑娘 浑身散发恶臭不说 连基本的礼仪都一窍不通 可黄太子犹如着了魔一般 对她很是迷恋 哪怕是对方吃饭的时候 也盯着对方 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不知怎么的 一向胆大的莱拉却越来越不敢正视黄太子 她一看到黄太子的眼睛 心脏就好像要跳出来一般 为了避免尴尬 莱拉便张口向黄太子寻求一份工作 总这样在别人家里混吃混合不是她的作风 黄太子却直言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那我可以给你们缝洗破旧的衣服 莱拉仍然在坚持 黄太子文言只觉得莱拉更加可爱 并表示在破旧的衣服在皇宫中会被直接丢掉 可最后黄太子还是给了她一份图书馆里人的工作 莱拉心中万分欢喜 这下她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 侍女告诉她 这个图书馆是只属于黄太子一个人的 小时候她经常在里面看书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想到时间一长的话 不就暴露自己不认识字了吗 正当莱拉犯男的时候 她的眼前忽然闪过一道人影 那人好像正是黄太子 可是为什么她的头发是白色的呢 其实她看到的是黄太子的叔叔 她此次进皇宫 就是为了劝说黄太子将莱拉逐出皇宫 黄太子文言大怒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就去看莱拉 还有我不允许任何人动莱拉一根寒毛 随后让人强行送走了叔叔 就在这时 未婚妻也来找她算账 作为伯爵家的千金 未来的太子妃 伊丽莎白怎么也不允许黄太子带别的女儿 于是她蛮是讽刺的对黄太子讲 听说那个女人身上蛮是恶臭 殿下还是小心点 千万别被传染了什么疾病 黄太子却听到后动感不快 咱们俩好像只是定分的关系 你这样说我带回来的女人还真是蠢 伊丽莎白气得握紧了拳头 高贵如她 之前哪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殿下你这样说是不是太过分 黄太子却突然大笑起来 一点也不过分呢 毕竟我是比你高贵太多的皇族 一句话也的伊丽莎白老实了 但黄太子还是没有跟她留客气 随后又讥讽对方 你的脸色真难看 还是赶紧回家吧 并警告伊丽莎白 在订婚仪式之前 不允许走出房间 最后便派一辆极其简陋的马车送她回家 伊丽莎白被气得咬牙切齿 猛然间她忽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她转身去了黄太子的书房 她就是要看看 黄太子带回来的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是一个变态的黄太子 放着腹白貌美的未婚妻不要 却偏要沉迷于一个满身榴莲味的臭姑娘 但未婚妻可不是什么善差 单枪匹马的就去找莱拉 要跟对方单挑一下 谁知离莱拉还有一百米的距离 伊丽莎白就已经被对方身上的味道熏得哭点喊 这也太臭了吧 真不知道黄太子怎么喜欢这样的 莱拉望着眼前的陌生女人 心中很是不安 因为她再次看到那种比异嫌弃的目光 她鼓足所有的勇气询问对方的来影 可换来的却是伊丽莎白毫不留情的嘲讽 我就是黄太子未来的妻子 我看你这个样子就是村里来的群姑娘吧 而且还这么丑 一时间莱拉只感觉五雷轰狂 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心中在愤怒的同时 还有那么一种委屈 既然黄太子已经有这么漂亮的未婚妻了 那为什么还要招惹自己 给她帮助 还把她带到皇宫中 无微不至地照顾 难道那个男人真的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文具 等新鲜进过了 就会抛弃她吗 莱拉不甘心这样 她要把这一切都弄明白 那么你爱黄太子吗 谁料伊丽莎白却一脸的傲慢 当然不爱啊 我最看重的不过是未来皇后的位置 这一刻莱拉终于爆发 她不允许别的女人这样利用黄太子 只见莱拉快步上前 狠狠地将伊丽莎白推倒在你 你不爱她还要利用她 你是个坏女人 伊丽莎白哪被人这样对待过 气急败坏的她马上就召唤侍卫 想要好好教训一下对方 突然她又想到黄太子刚刚对自己的解惹 让她在订婚之前不要走出家门 伊丽莎白瞬间意识到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动手的时机 这才记不情愿地选择离开 可莱拉心中的愤怒还是无处发行 她哐的一下打开房门 迫不及待地就去找黄太子 然而大厅里根本没有对方的女人 侍女还是第一次见莱拉这个样子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莱拉只好自己寻找 她一定要告诉黄太子 她的未婚妻根本不爱她 而且还要利用她 就在这时莱拉突然听见几个侍女在聊天 你觉得那个臭小姐会成为太子妃吗 怎么可能 我活到这么大还从来没有闻到过那么臭的味道 像她那样没钱没长相的 我还一直以为她是乞丐呢 其中的一位侍女猛然间闻到了那熟悉的臭物 难不成他们刚才的对话被臭小姐听到了吗 她敢忙去外面查看 可是空荡荡的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 原来莱拉早就离开了 晚饭的时刻 莱拉一点食欲也没有 黄太子察觉到了不对劲 莱拉你怎么了 但莱拉始终都不肯抬头说话 黄太子隐隐约约间好像猜测到发生了什么